容祖宜今天到電台宣傳自己的唱片 出名是女鐵人的她 透露拍內地真人騷的時候 弄得皺身傷 但最痛不是出事那一刻 而是治療過程 簡直隔著螢幕也聽到她的慘叫 沒辦法 其實都是小問題 不過受傷的過程就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 為何自己都可以這麼論盡 是整個人坐在樹桿上 而樹桿很硬 令到大腿後側腫了 腫了一個波 有一個波那麼大 後尾 然後要用梅花針放血 很痛 很痛 真的很痛 你不停用針刺 用很多針同一時間不停刺 然後用拔罐吸血出來